委員你好 署長好 署長你們這一次就 這個71條跟77條齁 所提出的修正案 本席是沒有什麼意見 可是就71條的適用問題齁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齁 跟署長做一個探討 就是說 因為這個71條規定的啊 說土地所有人 假如 因為容許或者是重大過吃 他的土地上 被放置 去置一些廢棄物 那你們有開罰的規定 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 那假如有找到行為人 土地所有人的責任 有免除嗎 對 那就是行為人要去清 我說我是問說 有行為人找到了 土地所有人的責任 是不是就會免除 那就看行為人 好像有沒有去清 如果沒有清的話 好像如果無從追的時候 目前的體系 署長 你應該要很專業啊 他是這樣的 他是有追查的優先順位嘛 就是行為人 他要有能力去 我們追他 追了他不清的時候 最後還是在這個土地所有人要清 土地所有人要清 是 所以 縱使有找到行為人 土地所有人的責任 還是沒有免除 責任沒有免 就是要看那個行為人 他到底有沒有去完成 好 那 那我這裡先提出一個 一個 一個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認為 七十一條的規定 會讓 主管機關 待遇追查 行為人 因為我不用查行為人了嘛 到最後 土地所有人 還是必須要出來負中局的責任嘛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所以 這個 這個規定算是 對環保署也好 對 對地方的環保局也好 算是 為你們開了一道非常方便的門啊 不用查行為人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啊 還是要去追查了 當然 你們很多的情況 很多 很多的情況 就是 追查是困難的 追查是困難的 所以就找個 代罪羔羊啊 我請問一下齁 七十一條 要處罰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人 的要件是什麼 容許 和重大過失 對不對 因為那個 如果他是 土地是他的 當然做個 善良管理人的一個 這個責任有沒有盡到嗎 喔 署長 善良管理人的責任嗎 是 重大過失還是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是抽象輕過失喔 那是 你講的是說 如果是土 機會的啊 那個土 土壤污染 跟一般廢區是不一樣的 你們七十一條規定的 所以 所以那個 你們七十一條規定的 是 我所知道的話 他還是以善良管理人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你所知道的喔 你們有沒有比較專業一點的啊 是 我們想請廢區 廢管處的處長來說明 署長 這個 這個差很遠喔 他法條規定重大過失 我已經先講重大過失了 你一直講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跟重大過失的注意義務 差十萬八千里啊 好 有關這一條 大概是 立法上 確實有所謂的 容許重大過失 容許跟重大過失嗎 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文字在裡頭 那何謂重大過失啊 在 在執法的過程中 我們也很謹慎的 跟法規單位來 做很 神秘的研究 那我們的一致看法是 認為這一條是 基本上他是一種 狀態責任的追究 沒有 狀態責任 狀態責任還是要 先有容許跟 重大過失啊 不會說 狀態責任就 就不用有 有要件啊 對不對 你們條文的規定 不管他是行為責任 還是狀態責任 你都必須要符合 法律的規定 就是容許跟重大過失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我個人也覺得這一條 所謂的容許重大過失 這個是可以 可以來檢討的 可以檢討 我現在就是說 可以檢討你們提出修法 你們又不提出修正 然後現在問了 你們如果可以檢討 大概是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 這一次的修法 純屬一個行政 叫做 訴訟法 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同一條條文 既然必須要修 你就一次提出來嘛 因為你們現在的重大過失 你們現在怎麼認定 重大過失 土地所有權人 有一塊土地在哪 在哪裡 他怎麼去盡 他的注意義務 剛才我們處長要講的 就是我們在那個 兩法合一的 現在正在修改的部分啊 有把基金的觀念放進去 基金放進去之後 政府就有辦法去來 剛才講的 剛才是善良管理和 政大重大的責任部分 做一個區隔 不是 不是 署長 因為 署長 你答錯了齁 是 就不要再一直浪費我 不是這樣子齁 因為齁 因為今天的修法齁 七十一條齁 毫無善良管理人的概念啊 沒有這個概念在裡面啊 你一直扯到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估計好像 估計實務上 都還是以善良管理人 在執行 你們 你們規定的是重大過失嘛 你們自己的函事 也是 一般人的注意義務嘛 你們做出來的函事也是 署長 署長你知道吧 你知道你們有 你知道你們 就七十一條有 有做過一個函事啊 請我們法規會同仁來說 好 八號委員 那個七十一條 那個對土地所有人 一般是就是 依照條文的規定是容許 那容許的行為一般 容許不用討論 對 那重大過失呢 就是欠欠一般人的注意 欠欠一般人的注意 署長有聽到了吧 欠欠一般人注意義務 何謂欠欠一般人注意義務 只會讓你們比較容易入人於罪啦 然後待於追查行為人啦 監察院 監察院在3月20號 也做過調查報告啊 我不知道你們收到了沒有 要你們去 市民 重大過失的要件跟認定標準啦 你們到現在也沒有啦 齁 我的意思說 你們應該是在提出 七十一條的修正的時候 就直接把重大過失刪除啦 因為這個重大過失齁 只是用來 讓行政機關 不用去追查行為人用的啦 齁 我提出我的修法建議啦 好我 我時間不多齁 我再問一下 代數啊 這幾天開始實施了 署長 有開罰過嗎 還沒有 還沒有 我稍微檢討一下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齁 我佔用一點點時間 我稍微檢討一下 你們的代數 你們的代數 管理辦法 第四條 你們在第一款上面齁 在第一款 你們的管管理管理辦法的第一款齁 說作業中符合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之特種車 這個特種車有沒有包括富康巴士 富康巴士算不算特種車 應該不知齁 是 報告委員齁 是 那個交通部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裡面啊 那我們 他有明 有明白列舉的這部分我們都會 納進來 都算 對 那如果是作業中車輛需要動力的 這部分我們在 我們也把它排除 也是富康巴士它裡面如果需要 有空調或者是這些 動力設備的 我為什麼提富康巴士 因為你們在第三款齁 規定說基於乘客 健康及安全考量 是 幼童專用車 遊覽車跟大客車 是可以在十五分鐘前發動啊 富康巴士可以不可以 富康巴士它只要裡面齁 它需要 它可能有一些需要維持讓它 量好的空調的話 那這部分我們可以排除 因為你們今天有一個解凍案 也跟代數有關啦 我說齁 你們 你們在管理辦法裡面齁 齁 規定的齁 其實 也很 也很 也很草率啦 就是說 管理規則 一定要 規定到 很明確 你們也沒有 我都還沒有問說你們 什麼叫做基於乘客 健康及安全考量 然後 它跟 遊覽車之間的關聯 你們回去可能還要再做一下檢討 下一次有機會 我再就這個 來專門做一個檢討 是喔 我們再做檢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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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